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维社区 今天我们的视频进行一个简单的改版 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我们对这个指数这个点评 第二部分是我对我选出的个股的一个操作点评 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 即大盘的点评 即对指数的点评 我们先来看上证指数 这个它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下降通道指数 这点相信说稍微有点技术派的股票 就是可以看出来的 我们将上证指数划出一个简单的一个下降通道 首先第一目标为上证指数应该会去回补一下3129点 让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这波上涨以来啊 这个3129点的这个缺口是日线上的唯一一个还没 就是2885点上涨还没有回补掉的一个什么高开缺口啊 所以这一轮的下跌啊 跌到现在这个样子了 要是不把这个缺口给回补掉的话 我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这是第一个猜测啊 第二个猜测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指数有可能会什么 回踩上这个3080点位左右 比如说我们这个绿色实现的这个下轨支撑位置附近啊 这是第二个猜测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相同的这个观点呢 这里面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从浪形的角度上来看啊 就是说 本身啊 虽然这个3418点它属于最高点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我们去画这个波浪走势的时间 可以将这儿画成一浪下跌 然后这儿到3418点属于二浪反弹 虽然这个高点超过了这个一浪的70点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啊 也只是算是一个虚高啊 就是主力啊 故意做出来的 对啊 这个我 但是我开始这样认为什么啊 说这个3418点这波反弹上涨属于个什么 这个下跌二浪的反弹上涨 然后3418点到这个 3168点这波的这个下跌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阴度也挺多了 可以看到是什么下跌 三浪 然后3168点到这个 3271点这一波的这个反弹上涨 走出一个什么 ABC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下跌 第四浪的反弹了 然后第五浪啊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四个 或者五个六个 这个中阴柱出现了啊 下跌力度也挺大的啊 这就是什么 这个下跌第五浪啊 这个下跌第五浪 跌完之后的时间啊 这个不管怎么样去说啊 指数都会展开一波这个反弹上涨 但是一旦这个反弹上涨 反弹的幅度比较大的时间啊 那就有可能什么 再去冲击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周线的这个蓝色 破散三角形的这个扇轨 也就是说去冲击这个 3500点左右吧 3500点左右 这是乐观上的这个一个走势啊 这是乐观的走势 而如果说是悲观的时间啊 那后面我们还是先等什么 先等这个指数涨上去反弹一波啊 我们再去探讨这个悲观的走势 现在行情已经这么悲观了 我就不希望再给大家喝冷水啊 这里只给大家鼓劲 哦耶 加油 呃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深圳城市啊 深圳城市从这个 2023年1230号这一天的最高点 开始到今天呢 也走出了一个什么 这个下跌五浪的这样一个什么 突破的一个形态啊 一个指数的走势形态 呃我现在呢 简单的这样这个下跌五浪的形态 呃给大家这个画出来啊 啊这样一画出来大家可能就感觉什么很清晰明了了 那同样的话这个五浪跌完的时间 那应该后面也会有一波什么 呃正正经经的反弹上涨行情 然后创业版指数呢 这个也给大家说一下啊 简单也给大家说一下 那也是从这个 1月20号吧 这要比这个啊 也是1月30号 是1月30号啊 1月30号 那他就和深圳城市啊 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一二三四啊 这是第五浪下跌 呃这是创业版指数 然后创业版指数 这里面唯一要给大家讲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从整体上来看 你看一二三四 然后整个从这开始 可以看作一个什么大五浪 大五浪 所以我认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说后面下跌 买这个定投创业版的指数基金 呃相对来讲是比较划算的啊 比较划算的 这个 毕竟下跌的空间有险 那我是不认为说是这一波的这个下跌 能将这个什么 呃一六二三点或者一六一四六零点或者说一二七二点的这个跳空高 的效果都已回不掉的 呃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太低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呃要不要定投一个创业版指数基金 呃科创五零呢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啊 就是这是这个指数啊它是一个什么新的指数 呃有点怎么说吧还没有走出它自己独特的这个清晰的这个浪行来啊 所以我们目前也只是说什么 按照目前的走势来看一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一浪二浪三浪 啊四浪 这个第五浪可能是在走一个什么 扩散形呢浪行 一或者是什么 这个其他边一行的浪行 这个暂时我呃 区长还把握不住啊 还把握不住 所以那个大家只能是什么呃边走边看了啊 只能是边走边看了 如果是这样去一行的时间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上去下来上去后面还有再下来 就是后面下到这个919919点这儿也是可以的 然后什么再上去都是可以都是正常的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时间啊 那个科创五零指数啊 这个想定投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什么这个 这个怎么说吧 说他的这个中长线浪行啊有可能存在一个什么去回踩919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存在啊 这点大家稍注意啊 好了今天关于指数的讲解就讲解到这里 再见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区长今天选出的股票 今天总共选出六只股票 我们先来看第一只呃就是我们屏幕界面上所出现的这个300991的创意通 这只股票呢从我画的这个方块内大家可以简单的能够看出啊他的这个最低点啊三个最低点都差不多是在一个箱体的位置上一个水平线上 呃那这只股票可以初步归结为什么一个什么相提结构的股票 而现在呢这个股票目前是股价的目前从现有的无痕均线系统角上来看的时间 它是站在了这个五条无痕均线上 就是说其他的三条无痕均线还没有出来 就是说目前这只股票算是进入到一个什么上涨通道之中啊 上涨通道之中啊 然后我们来看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呃在这段行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 这个黄金坑圆乎底这样一个什么呃一个走势啊 但是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他的这里的这个下跌啊 尤其这三这两天这个大阴柱的这个成交量啊 相对于左侧的成交来讲的时间 或者右侧的成交量来讲的时间 它并没有什么放大很多 那也就代表什么 这里的这个下跌大概率属于一个假跌行为 假跌行为 然后现在呢股价呃 这展开了一波下跌紧接着又涨了回来 那这个操作上啊 然后成交量上看还没有这个放大量 也就是没有资金出逃 那我区长认为要说这里就属于一个假跌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呃 让散户手上的筹码交出来 而我们来看这只股票现在这样一个技术图形啊 他在这个6月19号这一天往上冲 但是没有峰子涨停码 出现了过涨停 但是一分钟之后掌停打开了 然后冲高回落呃失败了 然后一直跌跌到今天三个交易日的下跌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说这个有一个位有一个不正常的现场 是今天的最高价是17.19元 而左侧这个掌停板的最高价是什么 17.20元呃相差一分钱啊 有点猫腻啊呃 然后今天的这个收盘k线啊呃 既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什么不标准的掉颈线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十字星啊 呃 但是啊 目前他是处在这个智能辅助线的支撑位之上啊 呃 这只股票啊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旦是明天开始啊 股价站稳这个17块一毛九 或者说站稳17块20元的花时间 呃 他将构成一个什么啊 一个短项的买点 他就有可能什么股价 卡卡卡卡 顺着什么 这个这个位置上 然后去往上上涨啊 这里学长画一个什么 这个示意图给大家来看一下 比方说这样 这样这样上涨啊 这样就涨上来了啊 这种走势的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大家后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创意通能不能站稳17块二 第二只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冷 冰山冷热啊 这个缩列图来看啊 这只股票还是处在一个什么 这个 低位区域吧 目前这个 股价也是站上了这个什么 武恒八线系统啊 武恒均线系统 然后我们 我区长选出这只股票 呃 今天选出这只股票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嗯 就是说我们以 区长先将这个什么 呃 均线啊 这个给大家去掉 武恒均线给大家去掉 来看一下这一天啊 5.32的最高价 5.32 好了 这样大家来看一下 变成一个什么 呃 W型底 然后现在股价突破了这个 颈线的位置 这是颈线啊 颈线划出了一个线 突破颈线之后 然后 这个现在又是回踩这个颈线 然后昨天是一个什么呃 上周三6月21号 收了个掉颈线 而今天 这个股价站稳这个掉颈线 就站稳6块5.52元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什么呃 短线可以去买的 短线可以去买的 但是由于说什么 说这个这是今天选出来的 而不是说是昨天选出来 昨天说呃 没有买 但是呢 呃 这只股票因为是 刚站稳景线往上上的 而目前股价也是出在一个什么 上涨通道之中啊 呃 然后再来看这个 这一段时间 这两个跌停板 这个成交量啊 它也是什么 缩量下跌的 缩量下跌的 没有说像其他的下跌一样 说我是放量往上 往下往下跌 那个时候就意味着 自己往外走 而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成交量是多的 比如说资金走的不是很多 所以 而现在又是一个什么 股价站稳的调顶线 站稳的这个W星底 那区长认为说 如果说明天啊 股价如果能够站稳 这个5块5毛3 当然啊 依然是什么 这个调顶线的这个最高价 在5毛2这 站稳 画了他的时间 然后分时出健康 什么叫分时出健康 就像现在一样啊 白色线踩着黄色线往上走 这叫什么 分时出健康 那在白色线回踩黄色线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什么 短线的一个什么 买点 短线的买点 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只股票 冰三冷热啊 再来看一下第三只股票 这个 上海电力啊 这个这就算是一只什么 大盘股了啊 上海电力 缩列图来看啊 这个股价也是他的低位啊 走着一波大行情之后 股价又萎靡了下来 目前是沿着 无恒均线慢慢的 排升底部 慢慢的往上爬啊 然后这里面需要大家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啊 就是说 呃 这儿啊 还是给大家画一条线吧 呃 将这个五分八线给去掉啊 但是去掉 这样来看的时间 大家可能什么 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也算是一个什么 呃 也算是一个箱体了 或者说我们 以这个 这两个位置上吧 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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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底的这个 颈线啊 为一个参考啊 那这样我们来画这个线啊 以这个最高价 画了一个线 画出来之后的时间 我们看到 这儿没有站稳绿色线 这儿也没有站稳绿色线 这儿还是没有站稳绿色线 在这儿 突破了绿色线 然后回踩绿色线 站稳之后又拉起了 现在又回踩绿色线 然后 嗯 今天又出来一个什么 这个大阳柱啊 站上了绿色线啊 站上了绿色线 比如说 进入了一个多方区域的一个市场 然后 我们继续来 通过无痕均线系统的角度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 今天 无痕一号线 是在这个 10块9毛8这里 10块9毛8这里 呃 明天呢 股价 再次回踩 10块 这个9毛8这里 起了 分尸图健康的话啊 这个 短线来说 可以参与啊 短线来说 可以参与 呃 这只股票 呃 止损位 这个绿色线啊 这是上海 电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光枯科技啊 这只股票价格有点高啊 大家可能是 不会去喜欢 同时呢 这只股票也是 创出历史新高的股票 呃 现在去参与它 就有点什么 我傻了 这国主力资金 能把它给拉升多高 呃 为什么选这只股票呢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来看啊 这有个 嗯 6月19号 产生了一个什么 跳空高开的一个缺口 然后今天的下跌 本身能将这个缺口给补掉啊 但是就是没有补掉 今天的最低价是65.58 而缺口的价格是什么 65.52 差六分钱 没有补掉 那没有补掉 区长就会认为什么 这个主力资金比较强势啊 主力资金比较强势 然后还有什么 第二点 这个 这一天的这个 6月21号的这个下跌吧 缩量状态 呃 也代表这个筹码 还没有分散 没有松 呃 同时啊 整体上来看 前面的一些 一些这个下跌吧 啊 这个成交量也都是缩量 后面的买量都包了 这个卖量的这个高度 所以说 大概有机会是什么 这只股票还会 在网上博一博 博傻一次 呃 先来说 止损味吧 止损味 这个 我们以 这个 6月19号这个 接段性添亮了 这个最低价 啊 也就是67.22元 作为一个什么 止损味 止损味啊 然后呢 买点呢 以它的中轴味 大概是68块4 68块4 呃 分试图健康 可以试着去参与一下 因为这个股票是在高位上的啊 这有可能主力资金也会开始运量出货的 所以止损一定很重要 呃 你一旦是不注意止损的话 实际容易被埋 容易被埋 好了 这是光枯科技 这个股票 呃 我们再来看 新能科技的股票啊 缩列图来看 这是股票 它的这个 位置 不高啊 位置转不高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什么 这个 简易的上涨通道啊 简易的上涨通道 应该是这样一个形态啊 就是大家来看 这样画上涨通道时间 这个股票 它也是 呃 还距离这个山轨啊 还是有一点位置的啊 还有这个空间 我们再来看短线形态啊 短线形态 今天是一个什么 回踩 然后拉升起来 形成的这样一个什么 呃 一个阳包音结构 呃 说新能科技这只股票的时候啊 区长就想到了另外一只股票 银河电子 给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们不去看 今天的这个涨停板的时间啊 我们只看昨天和前天啊 你看 昨天也是什么 拉升回来 形成一个什么 阳包音 呃 这个阳包音是包住了 阴的 这个 上涨线的最高价 它叫什么 阳包音 新能科技呢 我们来看它也是包住了什么 这个6月21号 掉领线的 这个阴柱的这个 上涨线的这个最高价 所以呢 那区长就在想 它有没有可能说 哎 明天也来复制一下 说银河电子的走势呢 呃 同时呢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中轴位吧 大约也是在什么 左侧啊 就是前面这个掌停板 16块2.6的这个价格上方啊 所以呢 如果说明天股价能够站稳 16块2.6 纯石土健康啊 白线站稳回彩 防色线 逐步拉升的时间啊 转向应该是有机会的 转向应该是有机会的啊 这是新能科技啊 好了 呃 今天最后一支股票啊 就是这个 300179 呃 则宇智能这支股票啊 为什么选这支股票呢 啊 比如也很简单 大家一看这个 P线组合吧 立马又想到了刚才所讲的这个什么 呃 银河电子了啊 呃 形态是一样的 呃 但是这一点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说它的最高价是4.0.0元 这属于说短线的见顶型号 你看确实 高位 然后什么跌了一下 但这个跌有没有跌完呢 区长这里什么 暂时不清楚啊 止损位啊 给大家设计一个止损位 就是这个大阴柱的飞机价啊 比如说大约是什么 这个33块6 这个价格啊 33块6 33块6距离今天的这个收盘价 也稍微有点远啊 稍微有点远了啊 大家不放心的话 这只股票就成当一个健常股 不需要参与啊 然后中轴位 也说是站稳那个34块7 4吧 分食图健康 可以说什么 去参与啊 去参与 压力位啊 先看这个什么 大阴柱的中轴位 大概也是什么 37块4左右啊 37块4左右 而这买点是34块8啊 站稳34块8 然后分食图健康 还可以去买入啊 好了 这是 德语智能 这只股票 这六只股票当中啊 就是 稍微来讲啊 曲折 看的最不好的 就是这个 德语智能 但是这个 羊毛音结构吧 还是说 可以选出来看一看的啊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录制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记得大家给我点一下小铃铛 点赞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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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